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1号 我刚才去赌场打了一场 花了20分钟时间 赢了2万多 我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我在回这个粉丝的一些信息 我发现有些很多粉丝啊 你们专入进入了一个死角 你们总认为 凭运气 能赢到钱 这是第一个死角 第二个死角 你们总认为 还有人总认为 2比1的游戏 永远逃不过50%的概率 第三个 你们 总想 就是找我 问一点 绝火 其实绝火有没有 有 确实也不是一两下能交给你 我举个例子吧 你去问泰森打拳的绝火 他交给你有用吗 你不经过练习有用吗 为什么我这神奇的21堂课 学完需要三个月时间 这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我21堂课经过我精心安排 和我这么五年的研究 包括我代学生 我的经验 学完21堂课 完全可以打败白家了 但是你肯定做不到我现在这个级别 那你完全可以打赢他 就是长赢 还有 有一些学员啊 还在问我 老师 你能不能把视频发给我 我发给你也没有用 网上的视频 都是断章取义 很多人断章取义 学了这个就想去打赢 学了那个就想打赢 我今天还告诉你 所有的单一打法 永远不能打赢白家了 你看我的打法 分析 大路下路 排行 配排 时段 还有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都要分析进去 今天打赢的情况 如果百家他有那么简单 我就不会花五年时间 来研究他 这五年时间我花了精力 包括我拜的老师 我今天实话跟你说 比我考清华大学用的功夫还多 如果我三言两语教会你 那我是骗你 明明白白告诉你 没有三到五个月 你不能打赢他 如果一两个月你能打败他 也许是运气 也许是你是一张白纸 从来没有玩过百家了 就像我现在的一个学生 从来没有玩过百家了 他八万块钱 经过几天达到了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多万 但他仅仅学了一个月 就用我的四大定律 四大铁律 和两个永轩 其他的我还没讲他 辩论的时候怎么样去规避 我还没教 也可能他现在没有碰到 但是就这四大铁律 足以让你长瘾 但是对于老的赌客 我教给你这些用处不是很大 为什么 你的坏毛病永远改不掉 一个月你能把坏毛病改掉吗 你在赌场打了几十年 你能把这个毛病改掉吗 我打了几十年我改这个毛病 花了五年时间 你一时半生能改掉吗 所以至少三个月进行特训 三个月才能改掉 这三个月你不要去玩牌 不要去打牌 看都不要去看他赌场 你一看就着急 一着急就想出手 一出手就输钱 输了钱你就想加倍 最后你输得一败涂地 如果你不想学习 我劝你戒毒 真心劝你 否则你倾家荡产 最终的下场就是倾家荡产 因为你没有认知 要不然你就自己研究 同样的 世上无难是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研究他 只要你一直研究他 总有一天你会出头 那这个路就是很漫长 如果有人指点 那这个路就简单地躲 可以跟你这样说 不吹牛地跟你这样说 只要给我进赌场的机会 我一定拿钱出来 就这么牛 因为我找到了 打百家乐镇的EV值 我打百家乐装钱的EV值 我可以达到60%以上 我打核的EV值 我告诉你 高的精英人 我可以达到80%到90 打核 我可以重注到 Maximin 最大的一注 我可以打下去 所以说 你们想打赢百家乐 就这几条出路 要么自己研究 要么找师傅学 别无他选择 否则你今天去靠运气 赢到的钱 最终你会输给赌场 那我给你看一个片子 你们就知道了 我听过三观最正的一段话时 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对世界的认知的变现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缺陷 你永远赚不到超出认知范围之外的钱 除非你靠运气 但靠运气赚到的钱 最后往往又会靠认知亏掉 这是一种必然 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 一旦你的认知和财富不匹配 社会就会有一百种方法收割你 直到相互匹配为止 未来不是人赚钱 而是钱找人 财富永远都是流向最匹配他的人 这就是那些高认知的人 有点意思 关注我 我是吴军 所以说 你一定要把自己修成有高认知的人 这个法则在赌场同样适应 如果你对赌博没有高认知 你靠你的经验 输得很惨很惨 昨天的经验在今天进入赌场 一文不值 因为你永远逃不过 你拆牌的那种结局 你都是拆 你找不到正的意味值 你找不到能超过他 50%概率的牌 你怎么能打赌赌场呢 最终 你靠你运气今天不管你赢再多 只要你去赌场 最终会加倍的还给赌场 这个法则 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如果你想打赢他 你就必须成为高认知的人 对赌博有高认知的人 研究他 学习他 早能打败他的人 拜师父 谢谢